虎扑9月11日血公牛得分后卫扎克拉文最近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他已经100%康复了。 拉文曾在2017年2月份那时效力于森林郎遭遇左膝盖前交叉韧带资历,赛季报销,我的速度恢复了,弹销也恢复了。 拉文说,一旦你经历左膝盖前交叉韧带伤势,你就会进行举重训练,就会多吃一些,因此,我的体重大概增加到210磅约95公斤。 我以前从来没有那么重啊,我不是低位被打行球员,而是一个速度快,运动能力更出色的家伙。 现在我已经减高我所需要的体重水平185磅约84公升了,但是我仍然感觉自己很强壮,我现在感觉真的很不错,我为新赛季感到很兴奋。 过去几个赛季,我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强,我感觉我现在处于应该努力入选成明星阵容的阶段了。 拉文继续说道,拉文在金霞跟公牛签订了一份四年7800万美元的合同,我们很高兴他拉文能够回来。 公牛主帅弗雷德·霍伊伯格曾在夏季联赛期间时说,他才23岁,运动能力又可以披敌冤盟盟中的任何人,他对球队非常重要。 拉文上赛季出战了24场比赛,场军得到16.7分,3.9个篮板三次助攻。 而他曾在受伤前的2016到17赛季,中打出生涯最高的场军得到18.9分,编辑,十来。